全透明蓝色系统的宝石蛮多的 像蓝色的奸金石 孤奸金石 蓝色的单全石 但是这中间最具投资价值 应该是刚于家族的蓝宝石 因为它符合我们的投资三条件 美 少 历史传统化背景 我们今天来谈一下它的挑选五原则 第一原则就是颜色 第二原则是瑕疵 第三是透明度 第四是切工 第五是它的重量 第一原则我们谈的是颜色分级 里面我们要注意四个小细节 第一个小细节就是颜色要够深 由浅蓝到深蓝 但是当然是越蓝越贵 第二个小细节是什么 就是它鲜艳度 蓝宝石鲜艳度 不复杂 蓝带电子就是它的鲜艳蓝色 蓝带绿是属于暗的蓝色 通常电子色越明显 它的价值就会越高 所以常常会出现什么 Cashmere Color 缅甸色 西蓝色 泰国色 澳洲色 甚至非洲色 这些颜色不同的差距 主要是它的鲜艳度的差距 第三个小细节是光源 光源一样白色冷光灯黄色烛光灯跟中间光源的阳光 通常在阳光下会真正显出它的最美的蓝色 不鲜艳的蓝色也可以遮盖住 但是在黄色烛光灯就显出它不鲜艳的蓝色 所以它跟红宝石是相反的 白色冷光灯是它的卖出灯 黄色烛光灯是它的买进灯 切记要在同个光源下面比价钱 千万不要相信照片或影片 实际石头最重要 感觉差距很小 价钱差距很大 第四个细节是什么 背景 一般来讲都是白色背景 因为在白色的光源 白色背景下面比颜色是最正确 当然加上黄的灯会显出它不好的体色 白色灯让它显出最美最鲜艳的蓝色 第二个原则是瑕疵分级 通常蓝宝石的自射因素是钛 不会造成严重瑕疵 所以它通常可以伸到一定程度 颜色很好又干净又大 第三个原则我们谈的是透明度分级 当然一样从不透明半透明到全透明 透明度越高 当然它的闪烁光就好 基本上来讲的话 深蓝跟浅蓝有差距 通常深蓝会影响它的透明度 浅蓝闪烁光都好一点 所以就分成西方人东方人 一般人西方人喜欢在浅点蓝色 因为它在宴会场合晒出光会好一点 而且宴会场合的黄色灯会把它加一色 颜色变深一点 但是深蓝呢 通常在宴会场合的黄色灯下面 它常常会容易变黑 所以基本上来讲 在宴会场合下面的黄色灯下面 它还很漂亮的电蓝色 那是真的是很美 第四个原则是切工分级 切工一样注意三个小细节 第一它的形状 通常火圆性最常见 当然其他有星型方型水滴型 还有橄榄型这些形状 当然就是说太怪异的形状会影响加钱 第二个小细节是什么 它的闪烁光 闪烁光好就代表它切工 要比很简单 同个光源同个背景下 要面朝上都面朝上 要擦干净都一起擦干净 这时候哪一个闪烁光最好的挑起来就对了 那就代表它切工好 但是我们同样呢 它跟蓝宝出谋力一样 通常闪烁光好会厚一点 那也就是说5克拉看起来像4克拉 10克拉看起来像9克拉8克拉 当然这时候你要面大 还是要闪烁光 这时候是你个人见人见智的问题 有的人喜欢面大 有的人喜欢闪烁光 第三个小细节 是挑剔灌部 不要挑剔底部 通常灌部完完整整 没有歪歪到即可 底部太厚太薄 是会有这种现象 因为它想保持更多的重量 卖更多的钱 基本上来讲的话 真正最挑剔的是钻石 不但灌部标准 底部都有一定的标准 甚至挑剔到八心八肩 那是不是挑剔 很难讲 这也是见仁见智 第五个原则 是重量分析 当然越大越好 通常蓝宝石 它大又干净 颜色又好的 几率蛮大 不像红宝 大好干净 透明度好的 几率非常非常小 所以蓝宝石 它并没有什么重量很大的差距价值 基本上越大越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